在一个家庭里 父亲只有一个 母亲只有一个 是不可能换届选举的 咱们家里兄弟姐妹家父母十个人 咱们选举一下下个月谁当爸爸谁当妈妈 今天就是这样的 把父母当成自己的平等的去看待了 没有一个尊的位置 我看马来民族人家现在很好 我曾经到一个马来同胞家里做客 也是帮他处理点事 孩子两个儿子都二十四五岁了 那个大的都快三十岁了 出门的时候跪在爸爸身边 说爸爸我要出去了 他爸爸给他摩顶 祝福他 他们用他的伊斯兰的宗教一次祝福他 好了 二儿子二十多岁了要出去也是这样 那么跪在父亲的这个面前 过了几个小时回来 回来又跪在父亲面前告诉我回来了 然后父亲又给他摩顶祝福他 所以人家还保留了很好的这种传承 那我们都会被三字禁 要离开家的时候一定要告一下父母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一定要当面见一下自己的父母 我们今天都把父母当成真空 当成过路人 回到家里有的时候连一句话都懒得说 甚至是我们不在父母身边 然后一年到头连个电话都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今天铁吃心茶 到这个时期我们的人类的心铁吃心茶 为什么 理由就是盲 盲就是忘了心 盲字不是一个忘一个树心吗 就把心给忘掉了 你的真心忘掉了 不见掉了 所以心中没有父母 没有母亲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类很难生起这个菩提心 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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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鸣